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因应今天的话题而来 我在途中倒是想听听他的意见 因为我们看到这种新闻也蛮可怕的 先跟大家说个什么新闻 都是16岁的女孩子 你两个世界两重天 马博士的女儿也是16岁 对吧 这个被碎尸的女儿也是16岁 你这个都是连接的 这太可怕了 他有发毛 给的人家心惊肉跳 最近香港全城大案 城中话题啊 就是就是说24岁的一个小伙子 找到了 这个抓到了 去年就抓到了 去年你看这个24岁小伙子 他的父亲去年也去世了 我估计是不是给这孩子气死的 还是怎么着 就是这个叫 说起来啊 就跟你有没有注意到的新闻 最近深圳方面 香港方面的警方都出来说 我们娱乐场所 绝对不准有什么吸毒 或者就好像对这个事情非常高调 我觉得啊 跟这个案子有一定的关联 是个什么背景呢 圆交 咱们在节目里经常说到的 在网上16岁少女 这个圆交 这个24岁小伙子说是那天去disco玩 大概是叫索K 吸了那个K 这香港吗 还是大陆 在香港发生的 这个小女孩啊 其实早年最早也是大陆 跟着妈妈还是什么 嫁给香港人什么 那么过来的 然后这个16岁的这个小女孩呢 她原来是在网上啊 跟这个小伙子有联系 这小伙子知道 她是搞这个圆交 所谓圆驻交际嘛 那照香港那个那个谁讲 那就是卖淫 对吧 小伙子到disco玩 这个这个吸这个K啊 吃腰偷玩啊 回了家了 早上9点回家 回家还嗨着呢吗 睡不着 翻来覆去睡不着 因为这个时候突然想起了 就在网上叫这个女的 这个你小女孩呢 16岁 应招啊 应招嘛 到了她的住的地方 早上了还是白天了 就是说 白天到了11点 然后这个小伙子 她的供述 说是什么呢 可能是什么嗨大了 她说 不知道怎么玩的 她说她失失失意了 但是呢 两个小时 她清醒过来的时候 一个什么状态呢 她坐在椅子上 这个16岁的小女孩 躺在床上 嘴里吐血 她不知道 她怎么把这个女的 给弄死了 就是带死了 她怎么办呢 你说这个 这个24岁的 这个小伙子 就开始啊 把这个女的碎尸 把脑袋切下来 然后呢 就说这个骨头 一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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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剃肉 说是 还跑挺解牛的 你还讲 还讲 你没看到 我跟子冬 你一边讲 我没边低下 太可怕 此处三去524 这个不得删 因为的确令人发指 就为什么香港市民 被这个案子所惊恶 就跟他处理尸体的方法 有很大的关系 他弄碎了之后 又法官在法庭上怒斥他 就说你把人这个碎尸碎的 连扎都磨啊 扎都没有了 最后警察是在下水道里边 那么一点点 找出点骨头碎渣 然后又把脑袋滴溜着 到了坐车 到了九龙城 扔到海里 然后呢 那脑袋就没找回来到现在 没找回来吧 然后你知道吗 他杀了人 他也良心发现 也有良心 他惴惴不安 于是呢 他就跟他的好朋友说 就杀了人 后来小朋友 那个好朋友就说 别开玩笑了 过两天 他心里还是压不住啊 又跟他这朋友说 这朋友说 一个笑话讲两次 不好笑的我 都不相信 但是现在 给弄出来 他现在给判了这个终身 终身监禁 然后一下子这个案子 就引起人们对这个 原教少女 包括现在就说 这个孩子们 他都怎么玩呢 这种问题的这个关注 所以我就加工 没有这个问题 香港马上很多的讨论 媒体的讨论 还有一个地方讨论 这是在学校里面 因为香港这几年 推行教育改革 都把一个时事的新闻 来到学校来讨论 引起很大的讨论 除了说里面牵涉到 校旅网上还交 到底是怎么样的 原交 原交 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为什么要价值观 怎么扭曲 很有意思 像这个事情 我看到一些朋友 在网上讨论 他们是当中学老师的 他们是说 网上一讨论开来 很多女学生 就反问老师 一堆的问题 他回答不出来 反问什么呢 有些女学生说 老师 假如我为了钱 出卖肉体 是不对的话 道德上面堕落的话 出卖灵魂 对不对 可不可以出卖灵魂 有些女学生还说 你看香港很多 比方说媒体工作的人 有些狗仔队 经常说 我没办法 我是打工 我是赚钱 老板叫我去跟谁 就跟谁 乱写谁 就乱写谁 那女学生就说 你看 这样对不对 这样可以吗 这样道德不堕落吗 只有灵魂 只有肉体出卖 是不好的 灵魂出卖就可以吗 等等 很多这方面 这方面的讨论 老师是完全回答不出来 这个就是现在的网的另外一个功能了 我们上次不是讨论过吗 这个网 其实网 大家都看到网 怎么来说 改变了我们吸收知识资讯的方式 第二 网改变了我们人跟人沟通的方式 这个都看到 但是还有一条非常重要 我们人的道德 我们自己相信的一套道德观 跟社会的道德常常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有很多社会上我们明知道我们做的事情社会上是说不好的 可是我们还做 有时候甚至我们自己知道不好的 我们还做 网呢就提供了一个缓冲 提供了一个中介 它既不完全属于社会 也不完全属于个人 我听到有些具体的例子 就是说 有没有一个中学生 他们自己在Facebook或者他们自己的交流了 他形成一套舆论 比方说女生跟女生kiss 好朋友要kiss 这一件事情 这个在家长在学校老师那里肯定是说 说你不对了 你又不是真的同性恋 你是好玩 你们老师这样kiss的不对 但是他自己私下觉得对 结果呢他在网上得到了很多声援 甚至是你只有这样做 你才能得到喝彩哦 你才 所以就网就变成了一个舆论的中介地带 就在一个个人道德跟社会道德 好处坏处都有啊 我不讲 没有任何价值判断 就这个舆论地带 现在有很多的上网的人 他知道你社会那条道德不行 但是他在网上得到认可 他就觉得 认可两个自然重要 他不只是说中介的中介地带 他是找到认可 因为坦白讲啊 这个世界从古到清 大家每个人是人嘛 都有一些阴暗面 那网上 所谓的阴暗面 就在社会太阳下面 或者说至少啊 至少说员交以外还有很多事情嘛 比方说想去骂人 想去侵占人家的东西 种种的阴暗面 意淫自卫等等等等 那这个东西网上呢提供了两个东西 第一个是说 找到肯定里的一套论述 原来我以为只是我的阴暗面 原来一堆人跟我一样的阴暗 互相支持 互相鼓励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网上提供你实现阴暗面的可能性 对 比方说 网上云标 有模拟的性质 不只网上云 原胶 以前没有的嘛 现在我马上在网上面放一个帖子 就可以达到 还有呢 我们说非法下载 对不对 以前我看到一些录像带 我也很想 很想录下来看嘛 看到电影也很想嘛 不行 现在网上非法下载 技术上面 它让你成为可能 两个方面 所以很多事情完全控制不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 就是他们现在总在说一句话 就是两代人之间呢 没法交流了 就是比如说 我现在感觉是不是社会变化太快了 你比方说 好像你比如说美国 我倒觉得呢 他比如说 父亲生下孩子来 他这个孩子和父亲的这个生活的 那个时代状况啊 变化没有那么快 对对 就是价值观差别没有那么大 没有那么大 中国真叫一日千里啊 就哗一下 就他们老在说 十年办了外国一百年的事 但是你放心 他一定也要付出十年 办了一百年的代价 太快了 我现在已经发现呢 有些父母亲 你要不加强学习 你实际上是你跟不上这个时代 你知道吗 所以你没法跟孩子再谈话了 对 在美国 咱们先去这样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在欧美呢 很多这样的例子 女儿十五六岁 开始涂口红打扮的时候 妈妈可以出来教她 因为妈妈太多这样打扮的 甚至有最典型的 就是说她结婚的时候 妈妈的那个婚纱 还可以给她用 还觉得非常光荣 对不对 这个样子 中国的那个差距变化 快到极端的例子 我听人说过一个极端的例子 就是说 她的 一个女孩子 在深圳这样的城市 她的父母呢 还在绿 绿 稻田里干活 女儿呢 也在绿色当中 是打高尔夫 有没有 陪有钱男人打高尔夫 都在一片绿色当中 你说这中间差多少 自己打还是陪有钱人 陪有钱打 那自己也在打 总之也 没错 是到了什么程度 就到了说 父母那辈 他们农民那辈的父母呢 这从来不用爸的 就没有凶罩这个概念的 而到了新的这一辈呢 他们又接收了西方 现在最新的这个东西 也不用了 中间已经跨掉了 整整这个爸的一带了 没错 你说 所以呢 有的家长就非常明智到这一点 你说我最近听过一个 她是她什么 她跟小孩聊天啊 不在家里犯桌上聊天 通过Facebook聊天 后来我就说了 我说你这通过Facebook聊天有用吗 她你是匿名的还是真名 她说她是真名 她就知道是 是她的妈妈在跟她讲话 我说你真名有什么用吗 你不自己骗自己吗 她说不一样 她说就是不一样 你在饭桌上讲话 没错 就会冲冲突 在饭桌上 你是处于强势 她处于弱势 所以要么就吵架 她在Facebook上 她是大多数 她旁边有很多人声援她 她站在她的一个学生的群体 你进去跟她讲理 气氛不一样 有些话她平常不会说 我跟你讲 这个我有体会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哈 至亲的人之间 怎么尤其容易发火 尤其容易发 而且有时候还不能沟通 对不对 不能沟通 你比如说像我跟我的父母之间 我都是很大岁数的人了 就包括又 我又见到 就说我们家亲戚的这个孩子 跟她父母之间 我就发现啊 跟同学 跟同事 跟我们的同龄人 我们有冲突啊 我们不会那么容易火 为什么跟爸爸或者跟妈妈 就是那个 这个是 就说这个火就不打一出来 一说就就就 价值观完全拧掰 不是 这不是你也可以跟一个别的价值观 完全拧掰的人 背后还有爱 啊 为什么相爱的人 特别容易说话 假如背后不能沟通 一句一句就像你说的一样 比如说 我我没办法跟我爸爸谈 谈不到三句话 就派桌的瞪眼 最后怎么办呢 写信 写信会好一些 对 要把自己的心思整理好了 很很诚意的 下次教你爸爸上Facebook 那假如有爱还好解决 问题是有爱以外还有恨 简单来说 恨一定根子于爱 对 所以也很难讲 有时候是那个恨就是恨 有时候会有一些事情 最主要是说是有历史 我们看到一个人 把我们的历史 看带回来 我看到你 不仅是看到这一个这一秒钟的你 我想到我十年前 马上了要影像一路走过来 我眼中的窦文涛 那我们从小在家里 跟着家人一起成长 一碰到一个人 整段背后的两个人的关系的历史 这马上带进来了 所以有爱有恨 那你的意思就是 女儿一看到你说话 就看到他二十三十年后的他 所以他特别火大 这么窝囊啊 我三十年后变成这个样子 我最近看呢 他们这个凤凰网站 有时候我找一些来信 我就看有一个人在分析 一个现象就讲 现在说这个富二代 富二代呢 你知道一个是前一阵 那个杭州那个什么七十码 那个不是就给判了刑了吗 说那个是就属于一种富二代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父母 到底算不算多富 但是他说的是 现在富二代的很多问题 就有些富二代飞扬跋 他讲了一个案子 就说这个孩子啊 他就说啊 他总每一个人都想寻找自我价值 到过去我们觉得说这个事很酸 他说其实这个事很重要 他说这个孩子啊 最后站到了法庭上 他闯的祸呀 越来越大 他说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富一代 就是他爸很成功 他爸呢 就要把自己这一套成功的方式啊 交给他 碰到任何问题 他爸都要证明他是错的 我是对的 你明白吗 然后呢 他闯了什么祸 最后他爸都能给他摆平 于是这个孩子出现了一种行为 闯的祸越来越大 这次可能是在学校调戏个女同学 下次恨不能强奸妇女了 就是你明白吗 最后走上了法庭 这个人的分析就是说 他这个孩子似乎要一种跟这个老爸叫板 我不是出什么事你都能摆平吗 你不是永远正确吗 我不是总是没出息的 我总是没价值的吗 我就给你闯的越来越大 我让公安局来通知你 他把这个孩子在法庭上 就是根本就是不尿他爸 你明白吗 他分析就是说 会不会是我们有些个父母亲 你有的时候吧 最后说不清你到底是为了你证明你自己伟大光荣正确 永远正确 孩子永远错误来跟他交流 还是真的说觉得他错了 就是他就提出这么一个观点 没有这个 咱们先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马博士 我觉得佛罗伊德讲的那句话是最对的 做父母是何其困难的事情 佛罗伊德心理学家说 有三件事几乎是不可能做好的 第一个当一个好的丈夫 第二个当一个好的心理医生 第三就是当一个好的爸妈 是非常不可能的 那你刚说的那事情令我想到 我曾经有一次吃饭 碰到一个也是子东的朋友 我孤隐其名一个国际级的教授 喝了酒以后平常非常拘谨的 那天有些情绪了 几乎哭出来了 就讲说他跟他女儿的关系 最后他的感叹就说很后悔 后悔什么呢 刚相反 不是说把太多的东西交给他女儿了 有压力 不是 他说我很后悔 我一直信仰自由主义 以前我一直看到我小孩成长 我就自由嘛 你没关系 你要追求什么 就追求什么 就给他自己去追求 后来他女儿就好像生命里面 出了一些问题 一些遭遇 不太幸福的遭遇 他就想说 既然有些事情 我有我的经验 为什么我当初不引导他 不灌输给他 甚至不要求他呢 假如当天我把我的经验要求他 把我的价值观给了他 或许他今天会比较快乐 我记得他一边哭一边讲 所以这事情很难讲 你管的话 可能你小孩也会叫板 也有压力 反叛 你不管的话 可能其实你是害死他 我觉得这个里边是不是有个问题 就是态度的问题 态度要平等 我在很多这个书里都看到过 就是说 你当然要把你的生活经验告诉他 但是呢 是不是要强迫他 这个还是说 我成年人 我把我的经验 我想到的 跟你做参考 但是最后怎么选择 有你 选择权 还是在你身上 还是态度的问题 就咱们是平等的 还有个问题是愧对他 对 就是说 你小孩一张白纸啊 你 你我们成年人 你自己检点 你的所有的生活经历 你能够都 怎么来说 你能教多少呢 我们只希望他别 别像我们这样犯错就行了 没错 也是控制不了的事情 我还真的就说起来 我很感谢我的父母亲 就是因为啊 我的父母亲呢 他是那种老实人 对 他甚至啊 对自己的正确性啊 都没有太大信心 你明白吗 所以我觉得我小时候 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代言 他会管我 可是呢 回头又想想的 又后悔 这因为他自己也觉得 我真的就对吗 你明白 但是恰恰是因为这样啊 我觉得我获得了某种思想上的自由 就是他他也管 照着社会上一般的这个价值标准也说 可是呢 又不敢真的就说 非要让孩子按照我说的这个去做 其实真正 从父母的角度来讲 真正最对得起子女的事情 就是自己做好人 嗯 就是自己做无愧于心的事情 这个是最最比你说什么 管什么 叫什么 都最最重要的事情 对 因为小孩看着 他自己会学嘛 心里学说观察学习嘛 其实最有效 不是你把道理告诉他 你做什么 他一定是看着 最惨最惨是小孩看到你羞愧 嗯 他看到你的事情 看到你成人的游戏 成人的很多玩的这些东西 小孩看到你 小孩他笨还算了 他一聪明的时候 他看到你这个东西 他不缺于 不管他富一代 还是什么高层 还是什么名人 在小孩眼里看到 他替你羞愧 那才差 可是这 接下来我就是 走向2010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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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